本港近期頻頻發生針對法官的恐嚇行動 繼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前日 收到四封內藏肉片的可疑信件後 昨天 長沙灣派遞局 又發現一封寄往西九龍法院的可疑信件 信內同樣藏有肉片 最近 這些恐嚇行為的疑兇竟然現身 他是誰 他不怕法律制裁嗎 早前有自稱流亡台灣 網名為何歡喜的人 在網上承認寄恐嚇信給香港法庭法官 並在網上社交群組 公開早前寄往高等法院的信件及肉片圖片 又留言說 鹿午節過期牛肉是否特別惹美 並付著承認責任 其後 他有發問 聲稱先後寄信恐嚇四名法官 留言更附有一張男子頭著 但估計並非是他本人 恐嚇法官有多嚴重 目前 本港與台灣沒有疑交疑法協議 是否代表 疑匡就可以逍遙法外 沒有他扶呢 犯案者進入香港 終止十年後 執法部門仍然可以作出拘捕和檢控 何歡喜在網上社交群組頻頻輕風作浪 網上有消息指 何歡喜在前年理大衝突後流亡台灣 也有說法指是一班示威者共用這個網名 相信部分人仍然在香港 恐嚇之風不可掌 如果任期發展對香港將會造成怎樣的破壞呢 而社會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執法機關不能夠沉默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政府機構 其實都應該要強烈發聲 還有要做一些教育的功夫 例如讓那些犯案者 知道這些這樣的罪行的嚴重性 如果一次發生完之後 又一次發生 而結果 沒有一宗的恐嚇事件 是令到那些暴徒有所修煉的話 這些這樣的情況 我懷疑也恐怕會恆常化地發生